現在都什麼時候了 居然還有人居家隔離期間亂跑 昨天疫情升溫 臺灣接連出現了感染源不明的本土案例 相關單位都緊急的在追查 足跡匡列接觸者 不過金門縣政府就證實了 由於對居家隔離的夫妻 在金門旅遊 金門縣政府在聯絡的過程當中 夫妻倆的手機都關機 打不通 妨礙異調 讓衛生局花了好長的時間 才找到他們 來回不停消毒 每間店面都不放過 因為金門縣政府證實 有一對居家隔離的夫妻 到金門遊玩 而他們的手機還關機 聯絡不到人 最後是由衛生局長帶隊 到各家民宿旅館找人 我也敢傳染病防治法 43秒 我們依據從中買罰罰30萬 一個案例罰 將罰30萬 目前兩位遊客在金門 進行一人一室的居家隔離 初步採檢兩人都是陰性 但縣政府不敢大意 他們到過的地方 都全面進行消毒 有時聯繫嗎 有 13號上午 金門縣政府開始實施 稽查各賣場及民主 是否有落實防疫規定 金門醫療能量有限又碰上這對夫妻沒有按照規定居家隔離 金門縣政府也繃緊神經超前部署 做好所有的防疫措施 歡迎新聞李文斌李奇林尿紫萱金門報道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